第五十一章 光暗五行大路 砰 砰 砰 没等激动和杨炳天叙旧 门就被敲响了 朱镕脸色一沉 这时候门却开了 只见一头乱蓬蓬红发的朱老二 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进门 他就眉头眉脑地向朱镕道 我就知道 你会带他到这里来 朱镕冷着脸道 我在教导弟子 你来干什么 朱老二嘿嘿一笑 道 我就是和你打个招呼 对我这激动兄弟好一点 我们已经结为异性兄弟了 忘年之交 老大 这份面子 你可要给我 朱镕愣了一下 一旁的杨炳天 更是目瞪口呆 激动也是摸不着头脑 朱老二和朱镕很熟 朱老二走到激动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兄弟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朱老二吗 其实我的名字叫朱燕 朱镕是我大哥 他是朱老大 我自然是朱老二了 别的不说 我这位大哥 在炳火的造诣上 全大陆能与之比肩的 也是屈之可数 你和他好好学吧 真没想到 他竟然肯亲自教你 激动只觉得头脑一阵发晕 看看朱老二 再看看朱镕和一旁呆滞的杨炳天 不禁一阵无语 这辈分实在是太乱了 从他和朱老二的关系来看 朱老二是他的结拜兄长 他的大哥 自然也应该是激动的大哥 而杨炳天是朱镕的记名弟子 反而要比激动低了一倍 可是 要从朱镕这边来看 他要做自己的老师 自己就和杨炳天平辈 比朱老二又低了一倍 但是 如果从自己最先认识的杨炳天那里 算起 自己应该比朱镕 朱镕兄弟 低上两倍才对 也就是说 他分别从眼前这三个人 不同的角度来看 竟然辈分都不一样 这实在是乱七八糟 朱镕眉头紧皱 美好气地向朱老二道 你给我出去 别在我这里胡闹 弄得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不管他是你什么兄弟不兄弟的 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我的弟子 你以后没事少招惹他 我可告诉你 他是丙丁双火系 现在正是修炼最重要的时候 你要是敢勾引 他去和你学习魔力武器铸造 可别怪我把你从学院赶出去 朱老二在别人面前疯疯癫癫的 但当着朱镕的面 却灰溜溜的极为老实 嘿嘿一笑 道 老大 你放心 就算你求我 让我教他魔力武器铸造 我都不会干的 我走了 兄弟啊 你要努力修炼啊 说完 朱老二快速地溜了出去 朱镕眼中流露出一丝思索的光芒 向阳炳天道 炳天 你将天干学院的规矩 告诉这小子 我出去一趟 是 杨炳天恭敬地答应一声 朱镕追在朱老二身后 离开了房间 房间内只剩下激动和杨炳天两个人 杨炳天明显松了口气 在朱镕带来的压力面前 他甚至还不如激动镇定 毕竟 激动并不知道朱镕的厉害 但对于杨炳天来说 多年的鸡威 却是一刻 也无法忘却 激动 真没想到 你会得到老师的亲密 你以后也不要管我教养院长了 就叫我一声师兄吧 激动愣了一下 这怎么行 杨炳天抢着道 老师 虽然对你和那位朱老二前辈的关系 不是很在意 但对弟子 却一向管束很严格 你要是不答应 可就是害了我了 我只是激民弟子 你叫我一声师兄 我还是沾了你的光呢 激动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两世为人 他自然看得出 那位名叫朱镕的老者 在杨炳天心中 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自己何不成人之美呢 杨炳天道 激动 现在你已经被天干学院正式录取 并且加入了阴阳学堂 有很多事也可以告诉你了 你知道 为什么五大帝国会联手成立天干学院 并且五大帝国之间很少发生战事吗 激动惊讶地看着杨炳天 这些都是他心中的疑问 赶忙道 请师兄教我 杨炳天道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五大帝国有着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敌人 激动眼中流露出一丝思索的光芒 没错 就是共同的敌人 其实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并不只是有五行大陆一片大陆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片大陆的存在 所以 我们五行大陆真正的名称 应该叫做光明五行大陆才对 还记得你曾经问过的问题吗 为什么我们在释放魔力和阴阳面之后 魔力周围都会有一层金边 那就是光明的象征 不论是我们实习模式的那一种 都拥有着同样的情况 光明的象征 激动吃惊的道 那这么说 有光明就有黑暗了 那另一片大陆 是不是应该叫做黑暗五行大陆 杨炳天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除了我们光明五行大陆之外 与我们间隔不远 由大海分割开来 还有另外一片面积略小的大陆 就叫做黑暗五行大陆 在那里 也同样有着代表木 火 土 金 水五行的五大帝国 只不过 它们的实习魔力都偏向于黑暗 激动到 光明与黑暗 是完全相反的 那这么说 这黑暗五行大陆就是光明五行大陆的世仇了 可是 为什么之前我在李火城 从未听人说起过 杨炳天道 这是大陆密文 以中土帝国为首的五大帝国 全都竭力封锁消息 以免对公众造成恐慌心理 这等密文 普通平民还是不知道为好 只要光明五行大陆不被入侵 就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 而这样的情形 已经维持了上千年的时间 激动疑惑的道 我还是不太明白 两片大陆 既然彼此属性相反 相互仇视 难道不会发动战争吗 一旦有战争发生 帝国民众会不知道 杨炳天道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双方相反的属性 造成彼此敌视不假 而且是仇身四海 战争在千年之内 也从未间断过 但是 这却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战争 说的直接一点 这只是 属于我们摩斯的战争 和普通民众并没有任何关系 看着激动不解的神情 杨炳天继续道 光明五行大陆 与黑暗五行大陆之间 是面积广阔的海沟 风浪无限 而且海沟内 还有着众多不知名 及其强大的超阶魔兽 别说是船只 就算是飞鸟 也难渡过 就算是最强大的摩斯 也几乎不可能从海上穿越过去 这样的地理条件 就造成了两块大陆 不存在渡海作战的可能 无法发动真正大范围的战争 也自然就不会牵涉到普通民众了 但是 两片大陆 又不是绝对分离的关系 在两块大陆之间 有一座面积达到 我们南火帝国一半左右的岛屿 岛屿中央宽阔 两头狭长 分别连接在两块大陆之上 狭长的地势 形成了两条 如同通道一般的地理构造 而这座岛屿 也成为了两块大陆的共通之处 被命名为圣邪岛 从两块大陆 延伸上圣邪岛的通道 就叫做圣邪通道 激动道 那这么说 想要登陆到另外一片大陆上 就必须要走圣邪通道 穿过圣邪岛 才有可能了 那这座岛屿 现在属于哪一片大陆 杨炳天苦笑道 哪一片大陆也不属于 这千年的战争 也正是围绕着 这座圣邪岛展开的 由于两端通道狭窄 一手难攻 不论是我们占据上风 还是对方占据上风的时候 都从未攻破过 对方在通道尽头的防御 而圣邪岛上 本身就是一个 极其危险的地方 那里有着恶劣的环境 各种各样的超阶魔兽 还有大海中的魔兽作祟 哪怕是强大的魔兽 都很难在那里生存 因此 千年以来 双方大陆就一直处于胶着状态 这样的战争 根本不是战士数量 所能决定胜负的 因此 在经过了最初一百年 惨烈的战争之后 双方都将最精锐的战士 留在了通道出口 组成防御阵线 也就是我们10系阴阳魔兽了 过度的消耗 令双方精锐魔兽大量消耗 后来在双方最强大的魔兽谈判之下 定立了契约 圣邪通道每五年开启一次 双方都可以派遣 数量不超过300人 年纪不超过50岁的魔兽 进入圣邪岛 展开圣邪狩猎 尽可能的猎杀岛上魔兽 以改善圣邪岛的生存条件 当圣邪岛上魔兽被清光的那一天 也就是双方最后决战的时刻 当然 圣邪狩猎远不像表面看去那么简单 这其中不只是要猎杀魔兽 还要时刻提防 黑暗五行大陆那边的魔兽偷袭 每一次圣邪狩猎之后 能够从圣邪战场上回来的魔兽 都不到三分之一 这一下 激动算是明白了 杨怨 师兄 那这么说 天干学院的存在 就是为了给五年一度的圣邪通道开启 提供年轻魔兽人才了 杨炳天点了点头 同时他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天干学院是五大帝国联手打造 拥有最强大的师资力量和资源支持 培养全大陆最优秀的青年精英 尤其是你们阴阳学堂的弟子 每一次在圣邪战场上 阴阳学堂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圣邪战场 你们虽然只有几十个人 却被称之为天干军团 令黑暗五行大陆的敌人 闻风丧胆 多年以来 几乎每一次圣邪狩猎 都是我们这边占据上风 激动叹息一声 天下果然没有免费的午餐 难怪天干学院的待遇如此优厚 原来背后竟然隐藏着这样的秘密 那这么说 只要是在这里 学习的学员 就都要到那个什么圣邪战场去送死了 杨炳天自然听得出激动话语中的不满 严肃地道 激动 这你就想错了 天干学院的存在 确实是为了圣邪狩猎 但是 却绝不会强迫任何一名学员 今天是你们这批新生第一天上课 你们的第一堂课 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 决定留在天干学院学习 等到三官毕业后 就必须要前往圣邪通道 在那里守卫五年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圣邪狩猎的 参与圣邪狩猎 一是要自愿 二是要经过选拔 最强的年轻模式才能进入其中 今天上课之后 不愿意去守卫圣邪通道的学员 可以立刻离开 并且由天干学院出去证明 在大陆任何国家 选择最好的高等模式学院继续学习 听了这个可选择性 激动的脸色渐渐平静下来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杨炳天继续道 激动 你知道天干学院成立五百多年以来 有多少学员在第一天课程结束后 选择离开吗 激动默默地摇了摇头 杨炳天道 不超过一百个 这么少啊 激动有些惊讶地道 杨炳天道 能够守卫圣邪通道 在我们摩尸界 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那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大陆 保护我们的祖国 没有国 哪有家 每一位有血性的摩尸 都不会退缩 退一步讲 五百年来 除了圣邪狩猎以外 敌我双方都在没有攻击过对方的通道 到圣邪通道走一遭 也算是摩尸最好的镀金 毕竟 就算在那里守卫五年 也可以选择不进入圣邪战场 而凡是经历过五年守卫 重新回到各自国家之中 不但会获得一笔丰厚的酬劳 而且也会获得所有摩尸的尊敬 在任何地方 都能得到最好的待遇 说到这里 杨炳天停顿了一下 目光灼灼地看着激动 道 当然 阴阳学堂的弟子 是必须要进入圣邪狩猎战场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 而每一位经历过圣邪战场的 阴阳学堂弟子 只要能够活着出来 都会得到自己国家的爵位 但是 阴阳学堂弟子 被要求必须要至少进入 两次圣邪战场 才准与毕业 也可以选择多次 但前提是 不超过五十岁 你的师兄 也就是老师的另一位正式弟子 目前为止 已经两次进入过圣邪战场 在那里所向披靡 目前已经拥有了 咱们南火帝国的伯爵头衔 C第52章 再次晋级 阳炳天道 对于我们光明五行大陆来说 圣邪战场的战争 就是圣战 绝不能失败 虽然已经多年 没有普通士兵参战 但在距离圣邪通道百里外 多年来 却始终驻扎着五国联军 超过五十万人 随时准备应变 激动 毫无疑问 如果你以阴阳学堂弟子的身份 在未来出现在圣邪狩猎之中 必定会遭遇危险 现在 是你最后选择的机会 就算你选择离开天干学院 我也不会怪你 激动静静地看着杨炳天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他似乎能够感受到 掌心中两大君王烙印散发的温度 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对于圣战也没有任何概念 但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 面对未来的艰难 他会选择退缩吗 不 当然不会 既然来了 为什么不活得精彩一点 更何况 如果他没有登陆圣邪战场的信心 怎么配得上两大君王记忆的传承 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烈焰 所以 他对杨炳天的话回答很简单 我已经是阴阳学堂的一员 特49号 杨炳天笑了 我就知道 你不会选择退缩 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你骨子里的那份骄傲 坦白说 你在我心中 一直有些神秘色彩 激动微微一笑 因为我的调酒能力吗 杨炳天点了点头 你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 好好的院长不坐 跑这里 来当一名老师 其实 早在你刚进入学院那年 我就已经获得了天干学院的邀请 这里老师的基础要求是五贯 还记得那张全方位 无定传送卷轴吗 那是南火帝国 摩师公会 送给我的礼物 就是希望我能前来这里 为南火帝国摩师 增添几分光彩 我拖延了四年 终究还是来了 坦白说 我已经离不开你的酒 尽管来到这里后 不可能每天喝到 但只要偶尔能品尝 一次你调制的美酒 我也满足了 看着杨炳天 激动心神一阵荡漾 谢谢您 师兄 如果没有您 就没有我的今天 杨炳天哈哈一笑 啊 师弟 你可一点都不欠我什么 应该是我一直在 从你身上得到 好处才对 激动微笑着摇了摇头 他当然不会 告诉杨炳天 那张全方位无定传送卷轴 对他的人生来说 是拥有何等意义 正在这时 祝荣从外面回来了 杨炳天赶忙收敛笑容 恭敬地垂手力 祝荣的脸色 看上去有些难看 眼中不断有暮光闪过 向杨炳天道 你跟他说清楚了 杨炳天恭敬地道 是的 老师 激动决定留在阴阳学堂 嗯 祝荣看了激动一眼 脸色缓和了几分 炳天 你先去吧 今天也是你第一次上课 总要去看看 是 杨炳天再次向祝荣行礼 在离开房间之前 还向激动使了个眼色 似乎在说 一定要对老师恭敬 激动不至可否地目送杨炳天离开房间 祝荣依旧是双手背在身后的样子 缓步来到他面前 冷哼一声 小子 你给祝老二灌了什么迷药 迷药 激动疑惑地看着祝荣 祝荣冷冷地道 他是我的亲弟弟 和我在一起 已经接近百年 我太了解他了 祝老二一向是无力不起早 而在昨天之前 他断没有认识你的道理 却和你结成兄弟 这其中必有蹊跷 我不希望我的弟子 对我来说有什么秘密 我去问他 他却怎么也不肯说 祝荣刚才出去 确实去找祝老二了 不过 他此时嘴上所说的问 可不是那么简单 此时 某人正在房间哀嚎着 祝老大 都一把年纪了 你还像小时候那样揍我 我和你势不两立 激动淡淡地道 有一点 您恐怕还没弄清楚 虽然我考入了天干学院 加入阴阳学堂 但是 我并没有请您来教我什么 是您一厢情愿地找上门 我也不需要您的教导 如果没什么事 我要走了 说着 他转身就向外面走去 祝荣明显愣了一下 有个姓的学员 他不是没见过 他另一名正式弟子 也是极其霸道之辈 但是 像激动这么有个姓的 在他所带来的无形压力下 还敢当面顶撞的 却还是第一个 站住 祝荣沉喝一声 整个房间似乎都颤抖了一下 强烈至恐怖的微压 骤然爆发开来 形成极其蛮横的压迫力 硬生生地挤压着激动的身体 动弹不得 激动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整个房间内的炳火元素 骤然变得浓郁起来 这种以自身魔力 改变空间内魔力元素强度的情况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祝荣冷冷地道 我说过的话 从来都不会收回 我既然说了 你是我的弟子 你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罢 都要做我的弟子 这由不得你 激动只觉得 周围紧屋一转 他的身体 就被那庞大无比的魔力牵引着 来到了祝荣面前 祝荣沉声道 欲强敌不气馁 迎难而上 超水平发灰 面对强权不畏惧 你已经拥有了一名 优秀火系模式应有的素质 告诉我 炳火的特性是什么 祝荣沉声喝道 激动冷静地道 爆炸性的威力 像太阳一样 大功无私的奉献 充满朝气 点了点头 你说的这些都对 但却不是 我要交给你的 不论是炳火还是钉火 我要教导你的 就只有一样 那就是侵略性 或者说是攻击性 我一向主张 火系魔技无防御 也不需要防御 敌人从正面攻击 你就用比他更强的攻击 将其毁灭 敌人从四面八方攻击 你就向四面八方发动反击 你的侵略性还不够 或者说 还不够疯狂 火系魔力 哪怕是钉火 要的也是疯狂的侵略性 不能一举毁灭敌人 就是自己毁灭 不成功 则承认 没有这样的心态 你就无法得到 火系魔技的真谛 激动目光中流露出 若有所思的神色 对于祝容的理论 他很感兴趣 因为在他刚刚开始修炼的时候 也有和祝容一模一样的想法 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 身体周围一清 激动再次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 祝容冷冷地道 不论你愿不愿意 现在都必须要听我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就是天干学院所有火系学员的主宰 就算我将你从学院抹杀掉 也绝没有人能说什么 你已经14岁接近15岁 对你来说 时间不多 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提升你自身的魔力 尽快达到阴阳学堂的标准 16岁前必须提升到两罐 所以 从现在开始 你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你的饮食 我会让人送来 这房间中有排泄之所 除了这些以外 你所有的时间都要修炼魔力 我每十天来检查一次 如果你不能令我满意 那么 我会让你品尝一下炼狱的滋味 我不介意你恨我 只要你有本事能打败我 让我管你叫老师都可以 不过 现在的你 在我眼中比一只蚂蚁强不了多少 我也不用你叫我老师 但我让你做的事 你必须做的 否则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说完这句话 祝容大步走出了房间 入口处传来铿锵的鸡扩声 毫无疑问 激动是出不去了 看着祝容离开的方向 激动嘴角处 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真直接 这就是最强势的炳火吗 我倒有点喜欢这个老头了 祝容的人虽然走了 但激动却惊奇地发现 这房间中炳火元素的浓郁程度 至少是外界的十倍以上 虽然还比不上地心湖那种 近乎十字般的庞大元素能量 但对于激动修炼来说 却绝对有着莫大的好处 凭借胸口内的阴阳漩涡 尽管只是炳火元素 对激动来说 却已经足以用来修炼 祝容嘴上说的太凶恶 在实际行动上 却绝对当得上是一名好老师 接下来 激动用了一天的时间 摸清了送饭时间 之后 除了送饭的时间之外 他都会传送到地心湖去修炼 有什么地方 会比那里更适合提升 火系模式的能力呢 转眼之间 十天已经过去 而激动的免心 也就在这十天之中 在多半颗 双系魔力达到了15级的程度 这等修炼速度 连他自己都大为吃惊 烈焰 我的魔力又晋级了 潘西坐在地心湖中的平台上 激动有些惊喜地感受着 体内再次升华的魔力波动 本源阴阳免 变得更加清晰了几分 阴阳漩涡也增大了少许 两大极致之火的光芒 在他体内 也变得更加夺目了 烈焰微微一笑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如果你修炼的速度不快 我才要惊讶呢 虽然龙血浸泡 主要是提升你的身体强度 而之后至近半个月的时间中 你一直在我这里努力修炼 你的修为越高 即至双火所能表现出的效果 也就越好 作为致阴致阳之火 它们本身就是一切火焰的中心 使你在吸收的过程中 要比一般火系魔师 对火元素有着更强的召唤力 地心湖的火元素 几乎是取之不竭的 同时 这段时间来 你修炼得极为刻苦 凭借魔际耗光魔力 再快速通过修炼补充 这输出 输入的过程 对你自身的魔力 也有着很好的提升作用 只要你能保持这种状态修炼下去 在两关之前 每二十天到一个月提升一级 问题不大 再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应该就可以冲击第二关了 激动正想说什么 烈焰的眼神突然跳动了一下 你该回去了 有人来找你了 那个叫祝容的人不错 在你们人类之中 也算得上强者 他教你什么 你可以放心学习 红莲席卷 下一刻 激动已经回到房间之中 与此同时 外面已经传来了激扩坑腔 门开 依旧是一身红衣 头发疏拢得一丝不苟的祝容 从外面走了进来 刚一进门 祝容的脸色陡然一变 好个小兔崽子 你竟然敢违背我的命令 没有修炼 一边说着 大手一张 那种空气凝固的感觉 又一次产生 祝容站在那里 整个人真的如同火神降临一般 双眼喷出炽热的怒火 身体一紧 激动的身体 就被这股无形距离拉扯着 向祝容靠近 这种命运不被自己掌握的感觉 是激动最为不爽的 怒吼一声 全力释放出了自己的丙丁双火魔力 黑白双色阴阳面 瞬间在头顶凝聚 贝拉的前冲的身体 顿时停滞了一下 对于祝容这种强行控制空气 拉扯他身体的能力 激动询问过烈焰 烈焰告诉他 这是自身魔力融入空气之中 对空气的一种操控之法 任何一系的模式都能做到 当然 前提是 魔力够强大 而且要对魔力 有着极强的控制力 只有能够精确地控制 每一个火元素凝固空气 才能让空气成为自己的武器 而祝容在施展这种能力时 甚至连阴阳面都没有释放 可见 他的修为有多么深厚了 还敢反抗吗 祝容怒吼一声 激动的修为和他相差实在太大 几乎只是停顿了一下 就被拉扯着 再次向前冲去 咦 不过 在这个时候 祝容也看到了 激动那黑白双色阴阳面上的 免心数量 眼中怒火顿时一环 就在这时 激动大喝一声 轰然之下 金与黑 两色火焰瞬间代替了红 蓝色的饼钉双火 骤然生腾 整个房间内的元素波动 顿时发生了质的变化 激动身体周围的空气 宛如水波一般荡漾开来 原本被祝容火元素控制的空气 顿时发生了一变 畏缩地飞散开去 宛如固体般的空气瞬间破开 激动全身一清 已经脚踏实地 祝容只觉得自己胸口内的本源阴阳面 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以他的强大 也不禁惊呼一声 属性压制 第五十三章 雷帝的挑战 激动静静地站在那里 目光凝视着祝容 夺目的火焰 以他的身体中线为分割 右侧是微炎素木的金色 左侧为深邃神秘的黑色 两种极端属性的火焰 衬托着激动那一种特殊的气质 两大君王的奥案 与九神的奥义融为一体 紧紧地抿着嘴 激动一顺不顺地盯视着祝容 祝容原本强势的目光 变得有些呆滞 一顺不顺地 注视着激动右手上生腾的金色火焰 一字一顿地道 丙 五 元 阳 圣 火 激动沉声道 就算你是我的老师 也不能侮辱我的尊严 你都未经检验 为何说我没有努力修炼 阴阳绵绵环上的两颗半免心 已经是最好的解释 尽管祝老二并没有将自己 拥有极致双火的事情告诉祝容 但激动也不打算再隐藏下去 因为他不愿两大君王之火 因为自己的隐忍 而受到任何屈辱 这极致的火焰 君王的傲暗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轻武 哪怕他对祝容有着不错的印象 哪怕在心中他已经承认了 祝容老师的身份也是一样 祝容突然笑了 无比畅快地大笑起来 澎湃的声浪 震得激动身上绽放的火焰不断摇曳 属性上 他确实可以压制任何火焰 但是 激动与祝容之间的魔力差距 不可以道理计 听着祝容的声音 激动只觉得自己体内的血液 仿佛都要破体而出似的 但他却依旧咬牙坚持 死死地站在原地 不肯后退一步 我明白了 难怪祝老二会认你当兄弟 你身上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秘密 好 太好了 水老鬼 我看这次你们水戏还怎么和我争 水克火 你克制一下治阳之火 给我看看 哈哈 看着祝容畅快淋漓的大笑 激动皱了皱眉 极致双火收敛 静静地站在那里 一言不发 笑声收歇 祝容的神色重新变得严肃起来 激动 你知道为什么刚才我一进门就说你 没有修炼吗 激动摇了摇头 祝容道 那是因为 我注入在这房间中的炳火元素 并没有分毫减少 如果你修炼了 时间时间 至少应该吸取其中六成以上的炳火元素才对 激动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他这些天 一直都在地心壶修炼 自然不可能吸收这房间中的炳火元素 所以 祝容在一进门 才会有那样的反应 祝容大步走到激动面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满意地点头道 我不知道 你这极致双火是怎么来的 也不打算知道 从你身上 我看到了火系的未来 我的魔戒 以外放为主 因此 你必须要修炼到两贯以后 才能开始学习 从现在开始 我不再限制你的自由 你可以自行修炼 哪怕在16岁之前 达不到两贯也没什么 我一样不会让你离开阴阳学堂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你在修炼的过程中 必须以稳妥为主 不得任何冒进 还有 你这极致双火 暂时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显露 你现在的实力 还远远无法发挥出 他们真正的威力 嗯 点了下头 激动表示自己知道了 祝容摸了摸激动的头 心中的畅快 实在无法掩饰 脸上不禁流露出浓浓的笑意 去吧 在房间里憋闷了这么多天 出去散散心 虽然炳火是阳刚的代表 但过刚则一蛇 和其他学员交流交流 到城内走走 放松一下心神 对你有好处 如果出去的话 记得带着你的令牌 阴阳学堂的令牌 在全大陆都是通用的 绝不会有人敢招惹你 去吧 祝容的目光依旧很灼热 但那灼热的味道 却已经发生了改变 激动只是觉得 这位老师在看自己的时候 就像是看一件爵士珍宝一般 原本冷硬强势的语气 完全被呵护所替代 甚至有种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中怕摔着的感觉 时该出去走走了 必须要采购一些酒才行 上次养炳天给的金币 还有四百多枚 足够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烈焰的口味 被激动养得越来越刁 虽然他从来都不说什么 但激动却只想把最好的给他 目送着激动走出房间 祝容竟然猛地跳了起来 一个人疯狂地在房间中大笑起来 天生丙武元阳圣火 激动啊激动 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太大的惊喜 等你成长起来 以后天干学院 还轮得到土系执掌吗 我真想赶快看到水老鬼和冷老鬼 看到你天生极致治阳之火的样子 嗯 别人不能说 但我要赶快告诉星辰去 他那黑色的火焰 应该也是治阴之火才对 否则 普通丁火 怎么能和丙武元阳圣火共生呢 十年 只需要十年 我一定要让激动这小子 成为圣邪战场上的主宰 激动之前在地星湖修炼了不短时间 肚子已经饿了 除了房间 决定先到食堂去吃点东西 然后找上卡尔和毕苏 这两位十天没见面的兄弟 一起到城里去转转 顺便买点各种美酒 补充自己的存货 这会儿是中午时分 当激动来到阴阳学堂的食堂中时 已经有几十人在这里用餐了 他一进门 就感受到不少目光看来 毫无疑问 上次祝老二在这里叫他的那声兄弟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是好是坏就难说了 激动取了一些食物 依旧是找到一个无人的角落坐下开吃 他刚吃了没多久 桌子对面就多了一个人 正是雾土系的基业商 激动 基业商压低声音叫了一声 激动抬头看了他一眼 对于基业商 他可没什么好印象 基业商低声道 激动 福瑞老大已经回到学院了 而且他也知道工会那边的事 正找你呢 你小心点 听说你和祝老二关系不错 如果可能的话 你最好和他在一起 福瑞老大的怒火 在我们学院中还没有谁能承受 好了 你先吃吧 我走了 说完这些 他赶忙站起身 像是避闲似的 快步走了 不过 激动这顿饭吃的依旧不踏实 基业商刚走 两个熟人却接替了他的位置 正是阴阳学堂排名第五的 甲木大宗师龙天 和人水大宗师水若寒 激动向两人点了点头 两位学长 有事吗 十天没见了 激动 进入我们阴阳学堂的感觉怎么样 龙天微笑着问道 激动淡然一笑 还可以吧 水若寒道 激动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听说你和祝老二关系很好 我们一直都很仰慕他老人家 能不能帮我们引荐一下 我们请客吃饭 中原城内的饭店 随便他选 激动心中一动 很明显 水若寒和龙天 是为了魔力武器而来的 看来 祝老二还真是个香伯伯呀 两位学长 我只能帮你们问问他 至于他是否同意 就不好说了 对这两位曾经施展过 神奇治疗组合魔技的学长 激动还是有些钦佩的 龙天和水若寒眼中 都流露出欣喜之色 水若寒道 那就麻烦兄弟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尽管来找我们 怎么说 我们在学院 也已经近二十年 对这里太熟悉了 好 激动也不客气 直接硬了下来 正在这时 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 从食堂门口处响起 谁是激动 这突然出现的声音低沉而浑厚 每一个字 都像是蕴含着爆炸性力量似的 令人会产生一种 心底发颤的感觉 坐在激动对面的龙天和水若寒 同时心头一震 扭头朝门口处看去 激动也从两人之间露出的缝隙看了过去 只见食堂大门处 站着一名宛如铁塔般的壮汉 一头宛如钢针般的紫色短发 身高起码在两米开外 看上去27、8岁的样子 就算是激动以前在离火学院的 那位夏天老师 在体格上也要比这个人逊色几分 刀削浮躁一般的面容 透露着刚毅与强势 一身紫色净装 不同于任何遗迹校服的装束 如果说 祝容是沉稳 深邃内韵的强势 那么 这个人就是张扬 极度霸道的气势 食堂之内 要么是阴阳学堂的弟子 要么是老师 无不是魔世界的翘楚 但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 整个食堂却都安静下来 激动分明看到 绝大多数人眼中 竟然都流露出了畏惧的神色 一人震全场 凭借的是什么 唯有实力 龙天低声道 雷帝回来了 谁是激动 站在食堂门口的雷帝福瑞 再次发出了询问 似乎能够穿透一起 宛如雷电般暴力的目光 冷冷扫向食堂内的每一个人 放下手中的食物 激动缓缓站起身 我就是 福瑞的目光 在他站起的一瞬间 就横跨数十米的距离射了过来 两人目光对视 激动只觉得 双眼仿佛被挣扎了一般 顿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那是精神层面的威压 这一次 激动与福瑞的见面 在后世被称之为 暴君与雷帝的第一次凝视 毫无疑问 尚未到两贯级别的激动 处于完全下风 身体晃动了一下 脑海中出现了短暂空白 按在桌子上的双手同时用力 骨节突出 但他却还是稳定住了自己的身体 没有跌坐下去 雷蒂福瑞看到激动 仍带有稚气的面容 眼底闪过一丝困惑和迷惘 但他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令整个食堂内一片哗然 激动 敢接受我的挑战吗 雷蒂福瑞口中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如同滚雷一般 在激动耳中乍响 那不可一世的逼人气势 令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不要答应他 阴阳学堂高位弟子 向低位弟子挑战 是可以不接受的 龙天有些急促地说道 他和水若涵也同时站了起来 毕竟 他们和激动在一桌 水若涵就没到 福瑞老大 欺负新人 似乎不是你的风格 雷蒂冷冷地扫了他们两人一眼 闭嘴 这是我和他的事 激动 你敢不敢 在整个食堂之中 也只有激动自己才明白 雷蒂福瑞所说的挑战是什么 这位调酒师工会中原城分会的会长 是来找场子的 时间 地点 激动地回答 简洁 有利 也同时令食堂内惊呼一片 几双女性的妙目 吃惊地看着毫不畏惧的激动 眼眸中 已是一彩连连 一名年长的老师站起身 福瑞 你不要胡闹 激动才刚加入阴阳学堂 雷蒂不为所动 冷冷地道 我说了 这是我和他的事 即使是面对老师 他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那强势的霸道 绝不是一天两天所形成的 目光转向激动 时间 地点你决定 激动目光的冰冷 丝毫不逊色于对方 从桌子后走了出来 一步步向雷蒂福瑞走去 现在 我的房间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龙田和水若涵之前 被雷蒂福瑞扫了那一眼 脸色已经有些苍白 眼看着激动就那么朝着 福瑞走了过去 两人眼中 都不禁闪过一丝轻佩 天干学院的学员 胆敢正面接受雷蒂挑战 而且在气势上 竟然不落下风的 十年以来 激动还是第一个 而且 他似乎还在向雷蒂挑衅 一名女学员低声道 太有形了 还是火系的模式最酷 在他旁边的另一名女学员 扑斥一笑 内裤还是外裤 你说的是雷蒂 还是激动 两个都是 听说 激动才14岁吧 才这么小气势就这么足 看来火系要出一位新星了 火系模式 手中气势 雷蒂早在多年以前就有 用眼神杀死你的称号 激动会不会成为火系新星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肯定 如果没人拦着 他不死也要脱层皮 你该为他祈祷才是 第54章 赌注 除了激动自己 谁也不明白 为什么雷蒂福瑞会像一个 刚刚进入阴阳学堂的新人挑战 这在以往是从未出现过的 激动走到福瑞面前 他清楚地感觉到 距离这位阴阳学堂首席越近 自己所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 而且雷蒂福瑞身上的气势 并不是他有意放出来的 而是一种由那外的强势气息 经过福瑞身边 激动没有停留 直接向外面走去 福瑞也随之跟上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食堂 食堂内 龙天和水若涵对视一眼 水若涵道 我去找住老二 希望能赶得及 雷蒂今天这是怎么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 向谁发起过挑战了 听说 他的修为已经接近七冠 天干学院成立500年以来 他是最有希望在30岁之前 突破七冠境界的 下一任院长最有力的竞争者 龙天沉生道 我和你一起去吧 不过 我估计福瑞不会对激动如何 你不要忘了 朱荣董事同时是他们两人的导师 或许 今天雷蒂就是来给激动造势 也说不定 出了食堂 激动还没走两步 雷蒂福瑞就已经抄到了他前面 沉生道 还是到我房间去吧 我那里的配备比较齐全 激动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在雷蒂身边 他只有一种感觉 就像是当初在风双山脉主风脚下 面对高耸入云的山峰一样 高山阳指 究竟是怎样的经历 才能让一个人变得强势至此 无意中流露出的气息 都令人无法喘息 福瑞带着激动向阴阳学堂深处走去 一直通过第三层 进入到了激动从未进入过的第四层 阴阳学堂越向下 面积似乎就越小 到了这第四层 涌道明显变得狭窄了几分 但空气却依旧通畅 福瑞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向下 顺着岩石休憩的阶梯 又进入到了第五层 第五层和上面四层的环形涌道截然不同 一进入这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椭圆形的大厅 大厅高约五米 在正中央的地面上 石系图腾栩栩如生 周围有十个门户 每一个门户上 也各自有相应图腾的样式 福瑞带着激动来到雕刻 有火凤凰图案的门户前 手中多了一块火红色的令牌 看质地 和激动的令牌相差无几 只是颜色要更深几分 令牌烙印在门上的凹陷处 门开 雷蒂当先走了进去 跟着福瑞一起进入房间之中 这是一间足有300平米的宽阔石室 比激动分配到的房间要大得多 一进屋 激动立刻就被石室内左侧的巨大吧台吸引了 长度超过15米的巨大酒吧吧台 高度足有一米五 在吧台背后 一共十个酒柜上面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种美酒 激动储物手镯中收藏的 只是市面上有的普通美酒 但福瑞房间内这些酒柜上 却至少有上百种激动 来到这个世界后所没见过的 石室内荡漾着淡淡的酒香 把台上摆放着一个个样式各异的酒杯 还有各种材质样式不同的调酒壶 看到这些激动不禁明起双唇 前世的他 不也拥有一个类似的房间吗 那是只属于他的地方 他所收藏的各种美酒 要比雷蒂福瑞更多 下意识地走到吧台前 激动的目光停留在一只样式古朴的酒瓶上 酒瓶呈棕黄色 看得出完全是天然水晶雕琢而成 但是这酒瓶也绝对价值不菲 激动扭头看向福瑞 我可以看看他吗 雷蒂福瑞淡淡地道 能调制出一射酒约那样的鸡尾酒 你有这个资格 激动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地将那瓶酒拿在手中 酒瓶内的酒液还有七成左右 他打开瓶盖顿时 一股富裕的酒香蓬勃而出 深深地吸了口气 激动又快速将瓶盖盖好 三十年的柏林威士忌 好酒 福瑞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只是这么简单地闻一下 你就能判断出年份 激动淡然一笑 如果连这都做不到 我凭什么挑战你们调酒师工会 柏林威士忌有许多不同的年份 但一般市面上的成品 主要有三种年份 十二年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你这瓶三十年的柏林威士忌 十分少见 十二年的柏林 有浓郁的奶油甜味 清淡一入口 三十年 柏林老辣醇厚 烟熏味和辛辣味更浓 水果味和花香 也更沉浸高贵 而酒的颜色 也随着年份的增长 越来越饱满 从十二年的蜜糖色 到十七年的金黄 再到二十一年的金红 直至三十年 漂亮纯正的金 酒夜也越来越绵长挂杯 那些在杯壁上 迟迟不肯滑下的酒滴被 称作天使的眼泪 品威士忌 先看颜色 再嗅香气 酒入口后 舌尖细细分辨出蜂蜜 香草 水果 烟熏 辛辣 咸 柏林的独特棉花口味 来源于北水地国格兰行省 所独有的四种天然成分 一 带有淡淡烟熏味 品尝起来有丝丝甜味的大麦 二 格兰香煎泥炭 如果用火点燃 就会闻到一股好闻的烟味 三 流淌在格兰行省 格兰山脉间的清澈的山泉水 四 香煎纯净的空气 也是造就品质卓越的 威士忌的不可替换的特殊成分 正是这些元素 支撑了柏林威士忌 在大陆上的超着地位 来到这个世界 调酒四年 激动也充分吸取了 属于这个世界的各种酒类知识 再结合前世的经验 总结出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 除了修炼模式 它不多的业余时间 就都在酒上 雷蒂福瑞静静地听着激动的话 始终没有插眼 直到它说完 才淡淡地道 就冲你对柏林的这份认知 你有资格品尝我这瓶三十年的柏林 激动淡然一笑 将手中的三十年柏林威士忌放回原处 轻轻地摇了摇头 但是 它还不配 让我用品尝的方式来鉴赏 如果是五十年的柏林 或许有这个资格 雷蒂眼中光芒一闪 在这近视之中 仿佛两道冷电划过 你说 我的柏林三十年不配吗 激动淡淡地道 在你这酒柜之中 让我来品尝 如果你舍得 我不介意喝上一杯 雷蒂眼中的神色平静下来 是哪一种 激动走到最右侧酒柜 抬手从角落中拿出一瓶酒 就是它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瓶酒应该有一个属于它的专属称号 叫做命运之石吧 当雷蒂福瑞 看到激动拿出那瓶酒的时候 它的脸色就微微地有些变了 你知道命运之石 激动淡然一笑 听说过 准确地说 应该是这个酒瓶的样式 吸引了我 仔细辨别上面的纯金标签 我想 我猜得应该八九不离石 眼中流露着真爱之色 激动定定地看着手中酒瓶 这只酒瓶 本身就是艺术品 它的材质是法兰茨 瓶盖上镶嵌的这枚经过雕琢的红宝石 代表着北水帝国历史上 极富象征意义的命运之石 世代以来命运之石 一直被用于北水帝国帝王 和帝后的加冕典礼 象征向皇室成员赐予封印的 无上权利 这种汉式西贵的威士忌 被封存于独一无二的法兰茨瓶中 配以纯金风度的瓶塞 瓶塞灵感源自古老的 北水帝国格兰剑柄 尊贵身份无以复加 是对极致成就的最好献力 在格兰行省 有当时两大著名的威士忌 一种就是柏林 另一种是画室 在同等年份的情况下 柏林威士忌的口感 都在画室威士忌之上 唯有这命运之石是个例外 他精选了教藏38年以上的 画室威士忌精心调和而成 教藏年份 悠久历史和极致辉煌 均无可比拟 浓浓的雪松香与杏仁香 甘果的富裕 融合着雪利酒的向牧青 香酒酒营绕 令人闻之极醉 正是鉴赏家的极致体验 当时一共就只有石瓶 我曾经在离火城闻到过一次 虽然只是一瞬即逝 但我却牢牢地记住了 命运之石的味道 说到这里 激动原本远远弱于 雷帝福瑞的气势 丝毫不落下风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对威士忌应该有独到的喜爱 在你收藏的这些酒中 有超过一半 都是各种各样的威士忌 从他们摆放的位置就能看出 你在威士忌的研究造诣 已经不在我之下 只是 你没有我不爱而已 将命运之石放回原位 激动从吧台后面走出来 面对雷帝 淡淡地道 参观过你的酒柜了 现在你想怎么比 雷帝福瑞 不知是否因为受到了激动话语的影响 神色之间的强势 明显弱化了几分 好酒一得 知己难求 如果不是你踢了我的场子 今约 我倒愿意与你把酒言欢 你小小年纪 竟然对威士忌的认知 达到了这种程度 也难怪陈霄他们不是你的对手了 激动微微一笑 道 你就是雷帝福瑞吧 我刚到这里 不久就听说过你的名字 阴阳学堂首席 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再酒这个方面 激动是第一次被引起了兴趣 雷帝福瑞 在酒上的造诣 是有资格和他探讨研究的 福瑞眉头一皱 你想赌什么 如果我输了 调酒师公会 中原城峰会会长的位置 让给你就是 就算你想要这 阴阳学堂的首席之位 也毫无问题 强烈的自信 伴随着他低沉浑厚的声音 勃然而出 激动摇了摇头 我对调酒师公会 并没有任何兴趣 只对你的酒有兴趣 如果我赢了 我希望 以后在我调酒的时候 能从你这里 随意取用任何酒 哪怕是用光 你也不得阻拦 这个 哪怕是信心那样充足 性格那样强势的雷帝 听到激动的条件 也不禁犹豫了 这里的酒 是他多年来的收藏 原本他带激动来到这里 第一个目的 就是要凭借自己的这些收藏 来震慑一下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但没想到的是 不但没有震慑到对方 自己却被激动 深厚的酒文化知识震慑住了 一社酒约 雷帝并没有喝到 但从陈霄等人的描述 他就知道 这一次 自己在调酒上 恐怕是遇到了平生大敌 但是 他却依旧 对自己信心十足 之前他前往北水帝国 就是去进行 酒星顶级调酒师的考核 并且顺利通过 成为了整个光明五星大陆上 除了调酒师工会会会长 酒神杜斯康之后的第二位 酒星大调酒师 虽然他还不如杜斯康底蕴身后 不会自认是酒神 但他也绝不相信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能够在这方面超越自己 激动笑了 你不敢吗 他的心情真的很好 去市面上怎么挑选美酒 就算是他有着充足的资金 又怎么比得上 搜刮一名资深调酒师的家当呢 雷帝所拥有的这些酒 如果得到手 至少在接下来一 两年时间内 激动都不用为 给烈焰调酒发愁了 有这么多好的配料 足以令他调制出 无数种鸡尾酒 所以 连他也不禁 产生出了寂觅之心 雷帝福瑞怒道 什么叫不敢 你拿什么来和我赌 赌注总要公平 激动微微一笑 这很简单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也调不出 我那一摄酒约吧 你来找我比试 只是想用自己的调酒手法 压到我而已 我的赌注 就是一摄酒约的调酒手法 你看如何 听激动这么一说 福瑞顿时怦然心动 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在听陈霄讲述 激动所施展的 一摄酒约时 面无人色的样子 他对调酒的认知 更在陈霄之上 清楚地知道 那绝对是一种 能够挑战酒神杜斯康的 调酒手法 如果自己能够学会了 不只是多一种手法 那么简单 以自己对调酒的认知 从中可以演化而来的理解 必定会令自己更上层楼 再好的酒 也是有价的 可这神奇手法 却是无价之宝 第55章 雷电调酒 电龙戏珠 雷帝在想什么 激动自然明白 换位思考 如果换了他处于福瑞这个情况 也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顶级调酒手法的诱惑 实在是太大了 好 我和你赌了 雷帝皱下决心 沉生说道 激动的脸色 也变得严肃起来 这一战对他来说 也同样重要 对方在知道了自己 一摄九约的调酒手法后 依旧赶来挑战 可见 其必有过人之处 再加上看过了雷帝的收藏 激动明白 再来到这个世界后 调酒方面 终于遇到了可看一战的对手 就在这时 砰砰的杂门声 突然响了起来 福瑞 你个浑小子 给我开门 近乎咆哮般的怒吼声令房间内 都一阵颤抖 要知道 这里的墙壁厚度 就算不能和城墙比 也不会逊色于城门 福瑞愣了一下 这声音他太熟悉了 急不来到门口处 打开了大门 门开 两道身影宛如飓风一般席卷而入 当先一人一把推开福瑞 向房间内走来 以福瑞的强势 竟然没有丝毫反抗 这个人正是激动的老师 祝容 跟在祝容身后的祝老二 还是老样子 但这兄弟俩脸上的焦急之色 却是一般无二 祝容一眼就看到了激动 激动只觉得红光一闪 祝容就已经来到了自己近前 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肩膀上 澎湃而灼热的炳火元素 瞬间席卷全身 令他的身体一阵发热 仿佛松了口气似的 祝容神色略微放松 幸好我来得快 其实 他们兄弟二人 本来应该来得再快一点 只不过先前激动 在食堂说是去他的房间 让祝容兄弟多跑了一趟 这才来得晚了几分 看着他那焦急的样子 尽管激动知道 是因为自己的极致双火 祝容兄弟二人 才如此重视自己 但他心中却还是不禁一阵温暖 被人关心的感觉 总是美好的 祝容这边检查激动的身体 另一边祝老二可是发飙了 一只手指着福瑞的鼻子 跳着脚怒斥道 福瑞 你小子反了天了是不是 连我兄弟都敢弄来 你多大年纪了 挑战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我都替你脸红 我告诉你 要是激动少了一根头发 你就等着我把你那头亚龙折腾死吧 以后 你也别想从我这里 得到任何一件魔力武器 雷帝福瑞被骂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而在这整个天干学院 之中他最不能得罪 也不敢得罪的 就只有眼前这祝容 祝愿兄弟 以他的强势 也不禁陪笑道 师叔 您先消消气 您也要先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 激动是您兄弟 祝老二哼了一声 没错 激动是我新任的小兄弟 他这边还没罢休 另一边 祝容满含怒意的目光 已经瞪视了过来 福瑞 你真是出息了呀 以大欺小 以强凌弱 欺负的对象 还是自己的小师弟 很好 你很好 这一下 福瑞是真的郁闷了 赶忙上前几步 苦笑道 老师 我这才刚回来 激动是我的小师弟 您 您又收徒了 哼 祝容冷哼一声 一只手搂着激动的肩膀 不搭理福瑞 看着这一幕 激动顿时明白过来 原来祝容和杨炳天 说过的那位师兄 竟然就是阴阳学堂首席 雷帝福瑞 这一发现 不但令他 对自己这位老师的实力 要重新估计 同时也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觉 激动看向雷帝 雷帝也正好看向他 这一对师兄弟 神色间都流露出几分好笑 激动道 老师 我想你们是误会了 师兄向我挑战的 并不是战斗 祝容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向激动 另一边福瑞 已经迫不及待地说道 就是啊 老师 就算我再没出血 也不会欺负一个 十几岁的孩子吧 而且 真正受委屈的 应该是我 我这位小师弟 已经上门打过我的脸了 中原城峰会那边 都闹翻了天 我这才一回来 就来找场子 等等 什么叫上门打脸 一旁的祝老二 忍不住问道 福瑞看了激动一眼 怒哼一声 我这位小师弟 就在不久前 摆了一张桌子 到我调酒师工会 中原城峰会门口 登门挑战 凭借一手 一设九约的调酒手法 使得峰会无人能敌 他还写了个调符 上面写着 调酒师工会可敢一战 赢了之后 扬长而去 还留下话 说自己是来报考天干学院的 想找场子 就让杜斯康会长来学院找他 常常说我嚣张过头 我这位小师弟 可一点都不比我差 陈霄告诉我说 我小师弟还说了一句什么 有实力 你也可以这样 您说 这还不是登门打脸吗 我要是不找回厂子来 以后我再调酒师工会 就不用混了 祝容看看两人 这么说 你把激动弄到你这里来 就是为了和他比试调酒 福瑞点了点头 道 没错 我们这还没开始呢 您和师叔不就赶过来了吗 祝容疑惑地看向激动 真的是这样吗 福瑞调酒的能力他是知道的 他这当老师的 也没少得到福瑞的孝敬 在五行属性中 活属性和水属性的人 是最喜欢喝酒的 所以 在福瑞作为调酒师工会 分会会长这一点上 甚至比他作为阴阳学堂 首席弟子 更令祝容自豪 水系那两位董事 自然也是大为极度 激动还不到15岁 调酒能力 竟然能令中原城调酒师 分会无人能敌 这实在让祝容有些无法理解 激动点了点头 道 是这样的 老师 您和祝燕大哥来得正好 就替我们做个见证吧 我和师兄打了个赌 当下 他简单地将双方赌约说了一遍 有祝容和祝燕兄弟二人做宝 只要今天他赢了 福瑞收藏的这些酒 可就跑不了了 当然 激动也看得出 以福瑞的性格 是绝不会耍赖的 福瑞爽快地道 小师弟 既然你是老师新收的弟子 调酒方面 造诣又那么高 就算今天你输了 以后想让什么酒 跟我说一声就是 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 激动道 那就多谢师兄了 不过 我是不会输的 在阴阳模式的修炼上 他和雷蒂福瑞 有着鸿沟般的巨大差距 但要说调酒 想让他心服 可不是那么容易 祝荣和祝燕对视一眼 祝老二嘿嘿一笑 道 这个好 不论谁赢谁输 我们都有酒喝 老大 我们在旁边看看 祝荣点了点头 和祝燕走到一旁 各自拉过一张 食衣坐了下来 激动年纪小 身材矮 福瑞的桌子 他实在是用不了 索性拉过一张食桌 作为自己暂时的调酒桌 福瑞道 小师弟 你打算怎么比 激动道 很简单 我们每个人调制一种酒 然后彼此品尝对方的作品 再由老师和祝燕大哥品尝 我想 胜负的答案就应该有了 福瑞点了点头 好 那就这样 你可以用我的配料酒 激动摇头道 不用 一边说着 他从自己的储物手镯中 只取出了一只水晶条酒壶 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而另一边 雷蒂福瑞 也同样取出了一只条酒壶 只是他这条酒壶就比较特殊了 通体呈亮银色 但却并不是银质 激动扫了一眼 隐约能感觉到 那应该是一种 和精打造的调酒壶 比普通调酒壶要大一些 重量似乎也不轻 福瑞向激动道 我们不要同时调制 这样无法观察对方调酒的手法 就有为兄先来抛砖引玉吧 激动也正有同样想法 他也想看看 作为中原城调酒师分会会长 福瑞在调酒方面 能达到怎样的水平 福瑞在吧台旁的水池进了手 目光瞬间变得锐利起来 整个人似乎都沉浸在一种 特殊的精神状态之中 激动隐隐感觉到 从福瑞身上释放出一种特殊的犀利 宛如磁石一般 甚至连自己的身体 都感觉到几分吸扯力 与此同时 房间内属于火系的元素 开始剧烈波动起来 循着特殊的轨迹 围绕在福瑞身边 右手朝着酒柜的方向 一影 只见一道蓝紫色的电弧 宛如长边般抽出 在激动惊讶的注视下 一只酒瓶已经飞在半空之中 但见那蓝紫色电弧席卷之下 瓶盖开启 就像是有一只手握住它似的 将酒叶朝着福瑞已经开启的 吊酒壶中倾倒而出 雷属性魔力 一个大大的问号 出现在激动脑海之中 与此同时 朱镕嘴唇翁动 它的声音被魔力收束着 传到激动耳中 你师兄的魔力 也是变异的存在 它拥有的是雷属性 火属性变异而成 拥有更加强大的爆炸性力量 少了一些火焰的特性 但也多了一些火焰所没有的特性 在同等级别的情况下 几乎没有魔师 能够与之抗衡 激动在恍然的同时 心中也暗自凛然 难怪他被称之为雷帝 果然是名不虚传 能够成为阴阳学堂中首席弟子 绝对是凭借实力打拼出来的 只是他此时使用雷电 显然并未催动真正的力量 阴阳免未曾释放 以至于无法观察到他真正的等级 福瑞的动作并不算很快 但每一下都极为精准 先后四种配料酒 被他以同样的方法 倾倒在调酒壶之中 紧接着 在又一道电壶的牵引之下 盖好盖子的调酒壶凭空飞起 就被那电壶吸扯着 在空中悬绕起来 蓝紫色的雷电 围绕着和精打造的调酒壶 形成一幕奇观 琵琶的雷电声中 只见那条酒壶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片蓝紫色 在空中上下飞舞 在强烈的雷电刺激下 调酒壶本体 竟然变得渐渐透明起来 隐约能够看到 里面的液体在不断地跳动 一丝明雾在激动心中生起 难道说 弗瑞所调制的鸡尾酒 竟然和雷电有关吗 被雷电进过的酒液 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隐约中 在他面前 仿佛有一扇大门缓缓开启 激动的眼睛亮了起来 他心中已经隐约想到了 自己在未来调酒中 一条新的路径 卡拉 一声爆鸣声中 弗瑞低含一声 只见万千电光 骤然从他身上爆发而出 但这些电光却并不外散 就在他身体周围 形成一个巨大的电球 合金条酒壶 就在这电球之中不断地碰撞 反弹飞舞 整个条酒壶 似乎变成了大电球中的一个小电球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弗瑞头顶上方 白色的杨缅凭空而出 在他的动作之中 激动清楚地看到 杨缅的全部九个缅峰之中 有六个都带着刺目的蓝紫色雷电符号 象征着六关的级别 缅环之上 更是有四颗半蓝紫色的缅星光芒闪耀 69节 自从激动开始修炼以来 这是他所见到最高等级的阴阳免了 同时他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还是学员吗 恐怕大陆各国那些高等学员的院长 也无法拥有这样的实力吧 就在他处于震惊之中 一边再起 弗瑞再次大喝一声 那被电光环绕化为蓝紫色的条酒壶 已经在急速旋转中飞了起来 就像是那大电球之中 吐出了一颗蓝紫色的电珠一般 而他全身上下的蓝紫色电光 也在他那双手牵引之下 瞬间化为一条长达五米的蓝紫色电龙 张牙舞爪地追了上去 正好是一口将那电珠咬在口中 整条电龙看上去极其逼真 雷电环绕 鳞片可见 固盼之间雷光生辉 整个三百平米的房间中 完全被一阵阵麻痹的感觉所充斥 激动飞快地催动胸口内本源阴阳免 才没有被那强烈的雷电所吸引过去 电龙咬住电珠之后 在空中悬绕一周 这才飞回到福瑞面前 电珠喷吐而出 重新化为万千电光 组合成一个个蓝紫色的电环 飘然而下 煤入到福瑞体内